在新旺會 現在多了一宗個案 一共是11個在那裏玩的人士 和2個工作人員 另外在星月樓 現在多了4個職員 和7個食客 總共是46個食客 和6個職員受影響 他們超過了20個家庭 以及超過了20張桌子 詳細的分佈我們都要了解 我們翻查一些安心出行的記錄 有一個地方 在觀塘城業街19號城業工業大廈 一樓十二室 一間叫做御膳師房菜的地方 現在有9個個案 他們都是在5月9日 旁晚到晚上就去了這個地方 5點後就去過那個地方 我們詳細的情況還在研究中 都在當地方調查中 因為有個別人士都說 他逗留了很短時間 可能在那裏買一些杏仁餅 或者一些凍肉的東西 因為人數都比較多 我們就會出一個強制檢測的通告 就是在這個地方 曾經是當天5點去到深夜的時間 去過這個地方的人士 需要做一個強制檢測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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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過來 那麼次 Freddy 店場 攔進去 我們後來